哈喽 大家好 我是阿贵 我们现在就准备去一趟比较底的4S店 准备去试驾一下汉 我们现在去了这家不是我们修车的那家 是稍微有点远的 在皮路区那边 因为我们有个朋友在那边做销售 去他那里要方便一点 然后去试驾一下 然后就给他订了 忙订 也不是正式的订 因为他还没有开始预售 还没有上市 现在只是给个异象金 然后相当于排个队 早点给他排在那里 因为这个车比较火 我估计上市之后停车也不会那么快的 对 早点订了到时候早点拿嘛 对对对 反正我们已经就想好了 就满汉 右转进入内部路 我们现在已经到4S店了 骑着离我们家挺远的 左转随后到杂木地际 前方到杂木地际 去看一看 好 我们这边预约登记一下 然后试驾 这边展厅里面还要停的有一辆DM的 老款的 也不叫老款叫现款 因为DM的话前面就是有进气格三 这个大轴 然后新款的DM DMi DMP的话 它前面有点改款 马上可以看得到 就比现在要更运动的看着 反正现在这个也挺好看的我觉得 类似的差不多 都是一样的 对 又来做一下 这个是DM 请确认钥匙是否在车内 它这个里面和因为是一样的 请确认钥匙是否在车内 这都是一样的 对 都是一样的 这个材质好像不一样 是吧 那样是看的是钢琴烤漆的 这个是这种摩擦面的 反正老款也不一样的 这个类似的话 倒没有过多的看 虽然说它是老款 但是看着也是非常好看的 不叫老款 现款 现款 对 反正也比我们那个好看很多 对 肯定的 就是想试驾一下 这个车子我都做了好多次了 看了 就一直没有开过 到底是什么感觉 DM啊 EV 就是脸不一样 到时候屁股也有改变 其实这些都是一样的 我觉得下面这个 是不是这个 我看那边看一下 跟那个有点不一样 那个EV 肯定很不一样 对 我说地下可以放个备胎 好像还可以 那边全是那种洞 储物的 还可以把它拿出来 给放个备胎 都是电动吗 试驾一下 这么大的轿车 接近5米长 中大型轿车 不知道开着是什么感觉 然后我来看一下这个车子的名牌 这边 这个 汉Demo呢 你看 这最大总质量 才2.395吨 就相当于2.4吨 到时候新款呢 因为它那个电池容量比较大 有37度电 然后我在网上查的公告 好像总质量是2.5吨 就是说反正脱个两 总质量两吨的脱高防烧 是没任何问题的 不会有这个操控的问题 这个Demo其实也很好看 它跟EV是两种感觉 这种就比较运动 然后EV看着就比较科幻的感觉 是吧 因为它没有这个进气格三 那个EV 但是最新款的应该和这个 你看着不一样吗 前面这个嘴胀的差不多 这两边的这个就会更大 更运动一点看着 反正比真的这个好看 反正现在车 新款车子的话 应该会过的时间到店吧 但我们到时候应该不会在成都 所以我们现在直接盲定 动力比现在还要更好 现在这个加速是好像4.7秒 然后到时候是3.7秒 快了一秒是什么概念 这个还是Demo3.0的产品 到时候是Demo4.0的产品了 完全已经不是一个时代的 昨天发了视频 很多朋友说这个车子有没有牵引自制 那肯定是没有牵引自制的 现在几乎就没几个车有牵引自制 特别的少 99.9%的车子都没有牵引自制 而且现在也没有哪条法规说 托房车需要牵引自制 所以说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以客肯定是需要的 但是我觉得最近一两年是不会需要的 不会强制需要 他没有那么着急 先只是说某些车关锁上牌和省车的时候需要 但是我们程度不需要 对 但是托房车上路没有这个要求 所以不用考虑这个 目前其实就是考虑用它来过渡一下 过渡的一年两年左右 以后可能需要牵引自制的时候 就去买一个硬牌越野 比较低的硬牌越野 马上会上的 也差不多了啊 那个时候 对 我把网上的照片来看一下 你看 就是你看这两边的这个近期的这个旁边就会显得很运动 现在稍微有点小气了看一下 是吧 然后它这个大嘴的话好像差距不是特别大 就旁边这个有点改变 然后尾部的话也会更运动 但是那一点改变就很好看了 真的 现款的Demo 高配是卖24万多 但是到时候DemoP的话肯定比现在要贵很多的 我自己预计是27到28万左右 我自己猜的哈 你想吧 37度的电池 然后动力还更强 还有各种的配置 到时候还有一个主动电控悬架 这些比较牛逼的控制 价格肯定会比现款要高很多的 好了 现在我们可以试驾一下了 这是汉一位试驾车 我坐到这个后面来 好了现在阿贵来试驾一下 把座位给调好 基本主要就是想试一下它开起来怎么样 因为之前不是那个车机系统专门参加活动体验过了吗 嗯 嗯 这个还是3.9秒 你会看到我们的车机游戏 可以来一下 好 好 好 亲爱的 我猜田 到这边自己去看一下 这个都不该猜歪了 加速有点太快了吧 哈哈哈哈 加速有点太快了吧 哦 试一下这个加速 心跳的好跳车 哈哈哈哈 哦 试一下这个加速 是这个加速快还是当时的电风P快啊 电风P更快 因为电风P的话 这边的比方的加速是3.7秒 这个更快的这个是3.9秒 但0.2秒的差距其实差距不大 嗯 其实比较接近 我就想试一下 切斗好快 我准备定一个电风P 哈哈 好 现在让霓虹体验一下哈 霓虹也是第一次开这么大的轿车 来 试一下 座位调好 我在后排座的空间是蛮大的 这顶配的 顶配中间有一个屏幕 那有屏幕 这 这有一个屏幕 它是一个 就是调节 就是调节后排的左翼 可以说考虑的角度 那只通风加热 正确的空票 后排 后排都有 后排都有通风加热这些 嗯 可以 我还不知道 你好 小迪 在呢 打开祝阳连 好的 祝阳连打开了 可以 开吧 虽然说霓虹是女生 其实有时候开车比我还猛 哈哈哈哈 就这边后那边都好可以有着 我觉得轿车坐着是蛮舒服的 别是为了好多还太多了 舒适性要好很多 然后操控性也要好很多 只是说这个 会不会想让它通过性的也差一点 那我做这个后排感觉比我那个宽挺多 嗯 对 试一下加速 不敢踩 哈哈哈哈 没事 你这试一下吧 一脚油门那种感觉 可以拿一个弹射起步 哈哈哈哈 哇 自己开还不觉得 坐着的话 真的感觉就要更强一些 那种加速感 我和霓虹一人开了一圈 好 现在就准备回去了 体验感觉非常的棒 我这个后排我觉得是蛮舒服的坐的 因为轿车不管怎么舒适性啊什么 都比SUV好很多 这个轿车和我们前几天租的就完全不一样了 对 我们那天租的 那个确实不太好 好 到他们店里了 可以 特别的棒 我也算是第一次开这种通大型轿车 确实没有让我失望 韩依威 可以哈 坐着的人感觉那个加速还更强一点 开的人因为自己在开嘛 对 因为物质方向盘的 嗯 各种舒适性都比我们车子好很多哈 然后它的后排座椅的空间那些 我觉得舒服太多了 对 因为它可能坐姿不一样嘛 那个感受很不一样 对 行 咱们进去吧 好 然后等一下我们准备 给签一个这个定金哈 给一个 我觉得反正 不管是从底盘操控性来说 还是隔音降噪动力 真的是没得说 20多万的价格哈 我觉得是很棒的 反正我觉得开头 比我们的唐要好 可能是我们唐氏老款的原因哈 然后它这个现在新的电梦技术嘛 也不一样 对 开起来就和全电车差不多 对 都是新款的电梦4.0的话 虽然说是滚动车 但是行驶质感的话 跟全电动车是差不多的 因为它也本来是靠电机驱动嘛 发动机大部分也只适合来发电 对 可以非常喜欢 好 我们就签一个签一个定金 其实也不叫定金 就是易项金嘛 包括预售之后 可以转成那个真正的定金 先排个队 到时候第一个时间给我们安排车子 就先给1000块钱 好了 我们现在就准备回去了哈 虽然说这个不是正式的给订车哈 但给个易项金也表示我们就是想买嘛 真的 反正那个心情是差不多的了 对 因为等它预售开始的话 就可以把这笔钱给转成这个正式的定金 到时候还要再补个2000块钱 对 更给3000块钱 对 太棒了 刚才试下来感觉我就真的特别好 就开着真的完全不一样 你刚才不敢踩太凶哈 动力太猛了 真的太吓人了 因为我像我这个车子 要达到现在这个4.5秒的加速 必须是混动运动模式才能达得到 然后那个直接就直接给油就对了 就是随时都是那个动力 到时候Demon屁哈 它跟现在的纯电其实也是差不多的 它都是直接你只要踩 就直接能达到那么强的加速 而且到时候各个方面都比现在有提升 比现在都要更舒服一点做的 其实反正就是开的时候还好 坐着更吓人 人在前面走 混在后面吹 差不多了 我觉得操控的这些都是蛮好的 反正轿车我觉得以前没有考虑过轿车 但现在开了一下轿车我觉得真是挺棒的 然后这个车我们就准备到时候先不卖 两个车 需要用这个车出去玩的时候就用这个车 单车开这个车出去玩 如果在周边帐篷什么的就可以开这个车 因为这个车走烂路什么的通过性会更好一些 对 这个轻动业也没什么问题 目前就拉脱挂 就用那个汗 对我们就先回去了 到底什么时候开始预售和上市 现在还不知道应该也比较快了 行吧走吧